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界規劃 事後驗證 欢迎来到这一节财富长城 OK在今天台股的大盘呢 是有一个摩台的结算 这个摩台的结算呢 到目前為止是26家的漲停板 然後3家在跌停板 漲到這裡來 那麼極拉了兩天之後 尤其是經過昨天 這將近100家的漲停板 在很多投資朋友的心裡面 一時之間 他是很難以調適過來的 這一天 今天10月27號 你現在再回去看 那也不過才兩三天前的事情 從那一天的172家跌停板 到昨天100家漲停板 很多朋友說這會開啟 這行情消消 我要跟各位講的是說 在每一次的事先規劃裡面 我們每一個佈局的操作 一定有他一個非常嚴謹的規劃 非常嚴謹的配套進出場措施 所以昨天呢 我們在節目當中跟各位講了 幾年金正在20 emorophy 這個V25 那你要畫他的 這要還沒有 超離我 aria 我們以前的 而那個這個 然後有個 какие 你們知道 第一 第一點 新規劃裡面它在講些什麼東西 它規劃出些什麼東西 這個精神還是一樣 是這個 中空阻碟的規劃是沒有改變的 但是反彈它會向上做修正喔 它要來回震盪挑戰一個壓力區 畫在裡面 畫在裡面 那這個壓力區還沒有到之前 你不要太早去給它K下去 不要太早給它K下去 在每一次的規劃裡面 我跟各位講到 在我們3D波浪的規劃裡面 它不是說只有畫一個 怎麼講 就畫一個圖 大概就這樣子 在我們全體成員所掌握的規劃裡面 包含了時間 包含了空間 裡面每一個魔鬼的細節 大跌我們都是要抓到的 這就是因為如此 在前面大跌的過程當中 我們說那一波金玉其外 敗序其中的行情 在前一波大跌的過程當中 你才覺得說奇怪 在上次前一波大跌的時候 很多股票看起來是跌了 但是很多股票奇怪怎麼空也空不下去 很多老師也很空嘛對不對 很多股票怎麼空奇怪也空不下去 可是為什麼韋晨老師 當時請你放空的股票 我們是這樣賺的 你還記得嗎 空單在當時怎麼賺 嘉蓮毅 美綠 稀薄 永冠 當時怎麼賺 賺了之後 當100家跌停的那一天 當170多家跌停的這一天 我讓你看到什麼 我讓你看到 好 美綠那一天 對照時間 還在10月27號 在跌停板就已經開始回補了 稀薄也是一樣 因為太多檔 我還是一樣 我沒有辦法一檔一檔講 舉兩個代表 也是從這個時間就開始獲利回補 那這個獲利回補完的動作之後 要怎麼辦 很簡單 你現在有兩個選擇 第一 等到規劃 等到這一份新規劃的高點 到了 不僅要高點到喔 而且時間要到 時間要到才可以喔 那時候你要做主碟再做主碟嘛 但是現在還沒有到的時候 要怎麼做 你要怎麼做才能賺錢啊 除了在原地發呆之外 前一波的行情一直跟各位講 金玉其外敗序其中 在上一波的行情疊下來之前 已經跟你講了金玉其外敗序其中嘛 敗序行情用什麼單去賺 空單去賺嘛 可是 現在 這個反彈的行情 從昨天開始 它才第一次 剛剛站上了 十月這個底部的景線 還外帶融資清掉了一大堆 那麼 你說前面 敗序行情我們空單都大賺了 金玉行情啊 金玉其外嘛 金玉行情你不賺嗎 還是要賺 還是要賺 所以今天 就這份規劃來講 我想昨天已經拿到了朋友 這個今天一點也不意外 繼續驗證 繼續驗證 我今天打開一點點 好 我們來對照一下 昨天有拿到這份規劃的朋友 我們今天來對照一下 來 你拿到的是這 你拿到的這個新規劃有沒有這一部分 有沒有畫這一個回檔 有嘛 對不對 有畫回檔嘛 那有畫這個回檔的情況下 接下來要走什麼行情 不也跟你畫在後面了嗎 那今天回檔你應該怎麼做 有棋子的有股票的 或是有選擇權的都好 你要怎麼做 繼續按表操客 我給你看我們今天的折訊 反彈昨天 這是期貨的部分喔 反彈昨天才剛剛站穩 11月底部警線 這有什麼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 大盤 昨天才剛站穩10月底部的警線 你現在就去K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要不要看一下 我們的新規劃裡面怎麼畫 那對我們家族成員來講 操作就是這樣 反彈昨天才剛站穩10月底部警線 預估集團到明天至少 下週才有小震盪 才有小震盪 整波的反彈時間 你要精確的估計 因為反彈完了還是接主題賺 可是你要搶這個反彈 你要很有技巧 你要很有技巧 這個技巧並不是來自於說 每天我盤中今天看 會不會回檔會不會壓回 會不會怎麼樣 沒有 就是事先給你規劃好 就是事先給你規劃好 好 你今天驗證了這個 這個壓回嘛 那這個壓回他是怎麼去做 我先給你看到我們的策略 所以整波反彈 在我們期貨的這個策略裡面 要精確估計到什麼時候為止 那個時候你再來放空 今天的策略 即昨天啊 昨天不是給你看過這封call訊呢 開盤 昨天開盤就講了 昨天先逢低短多 今天是不是高檔去放空 不是喔 今天策略 逢低建立基本多單 有低再加碼 有低再加碼 那低是哪裡 買在哪裡 等一下有時間我再給各位看 但是很奇怪了 就是賺錢了 就是賺錢了 再來股票要怎麼佈局 那你要稍微小心一下 你這個太早 你要做空要有技巧 你不要當一個死空軍 照著規劃做 照著規劃做 這個規劃後面畫了些什麼東西 我今天就完完全全的按表超課 來 來看個股 我們怎麼去做 本波反彈短嘎 我把這個拿起來 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反彈是會嘎空的 你以為隨便K就隨便賺錢 反彈也是會嘎空 本波反彈短嘎 以中小型股為主 嘎到什麼時候你才會結束 今天策略很簡單 折股短多了 你輕鬆錢你不賺白不賺嘛 買進之後開盤就動作了 買進之後漲停的漲停 油黑翻紅的油黑翻紅 這一部分的佈局 這一部分的佈局 這個特別的緊要 特別的緊要 為什麼 第一個 我們是不是在搶反彈 是 在新規劃裡面就是在搶反彈 可是剛剛經過了那個 底部這樣晃來晃去 那些100多加跌停板的時候 為什麼 在這個時候還可以搶反彈 理由很簡單 就是剛剛給各位看到 本波反彈短嘎 會嘎到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到了那附近 才會開始阻跌亂 那麼這一些規劃 這一些操作 通通都在這個新規劃裡面 那我不曉得昨天 我不曉得昨天 朋友你擁有了這份新規劃沒有 有了這份新規劃你接下來 你的佈局的大方向你都很清楚 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在操作上面來講 整波的一個規劃 包含我要估計到 你談到什麼時間點才會結束 對不對 你不要現在一下子就沒事去K他 那個反彈的短嘎空 那個到最後一定是大家 剛開始保守保守到最後受不了的 開始要進去搶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是結束的時候 所以現階段還是一樣 期指的股票的通通都還是以偏短多為主 那這個短多代表什麼意思 前面我們在節目當中很早以前 在這一波下跌以前一直跟各位講的 金玉其外敗序其中 敗序賺完了 現在金玉的行情還要繼續再賺喔 新規劃你還沒有嗎 今天我再開放一天跟你分享 看了之後賣心中挑出來 廣告時間趕緊把握機會 下個階段我們繼續回來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既美食 西博 一家F永贯 美绿加联益空单大转 旗帜选择权多空连胜 旗鼓万胜专案 但您迎在下一波转折点 10月31号前速洽 02-2781-0909 2781-0909 有了鹅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岗 最佳也打鼓 你打鼓 好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今天的行情不太大 今天的行情就是在验证 我们昨天跟各位 刚刚才新出炉的这个规划 导播我们镜头再近一点 昨天大长 今天小鸭回 这个鸭回 后面接了些什么 你现在还有机会可以把握喔 不要说尾程都没有跟你预告 那么旗子今天我们怎么做 刚刚给各位看到 这是我们的策略 这是一个长线 中线 短线 全部都已经非常详细的一个计划 作战计划 精确估计到什么时候反弹才会结束 所以你今天还是在做多嘛 对不对 昨天已经 昨天10月29号 已经给你看到说 昨天逢低先短多 开盘就逢低先短多 今天还是一样做多 那可是押回来怎么做多呢 来 我们先给各位看 既然那是先建立基本多单 8点45分 你先不管 市价先买进一笔 8点45分 在哪里 8点45分 8876 诶 看起来不怎么样 对吧 刷下去 不是要建立基本桌单逢低加码吗 多单 多单 10.01分 多单改市价加码一笔 这本来还要挂更低去买的 不来了 10.01分 10.01分 就在 这 blew 欧赏 no 现在 maybe PERC, 最後一盤收在8881 兩單通通賺錢 兩單通通賺錢 賺錢要不要出 賺錢要不要流倉 還是要先平掉 然後明天再買回來 朋友問到這個 如果你要問到這個 我還是請你把握我們的同步即時訊息 同步的即時訊息 這個反彈的時間 它會持續一陣子 它會持續一陣子 所以說操作上面 你一定要按表操客 先把這個反彈段 給賺到了 你接下來要阻碟的時候 你才又有本錢 今天我們為什麼能夠 有這個本錢 去再去做這個賺這個反彈 理由很簡單 空單 前一波大跌的空單 你該補你就獲利回補 沒有一檔 這些空單 沒有一檔不賺錢的 前一波的空單 沒有一檔不賺錢的 很多老師是海空了好幾檔 結果奇怪 凡是它空到都不會漲 都不會跌 前面的空單大賺 那是在賺什麼 金玉其外裡面的 金玉其外敗序其中的什麼 敗序行情 現在這個反彈 不賺你也白不賺 是不是 你不賺也白不賺嘛 就像我剛剛給各位看到 我們股票的訊息 不賺也是白不賺嘛 大漲了兩天休息一下 你認為它會多少 選舉都快到了 你認為它多少時間 它會留多少時間 讓大家慢慢去看 慢慢去觀察 如果我們讓大家這樣子 不賺了 每個人的 都會有 不賺你 亂來 不賺你 這樣 你不賺你 還要 你不賺你 不賺你 然後 你不賺你 你不賺你 反倒是先不短多 大盤如果走得很慢 你要記住那個缺口 會用中小型股大漲來回補 你要記住這件事 所以先折股短多嘛 不賺白不賺嘛 你說老師那你講了半天 你到底去買了什麼 我先告訴各位 這是短多 短多而已 所以你不要跟在屁股後面 9點開盤8076五峰 就給他喬下去了 收盤我們再恭喜五峰漲停板 我現在慢調思理的 我還有時間慢調思理的 跟大家來談到這個反彈的規劃 那是因為今天行情 還就那麼一點點稍微休息下來而已 反彈完了有沒有阻碟 有阻碟 所以你說在這個選舉前後 這個行情熱不熱鬧 有多單可以賺 也有空單可以賺 那唯獨 你操作上面的一個步驟 操作上面的一個協調度 你要趕緊跟上我們的腳步 前一波在跟你講放空的時候 一堆人不相信 沿路街沿路買沿路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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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到現在已經沒了 因為那一天100多家跌停板 才墮出去而已 我空單回補 你才在砍多單 那現在又反彈回來 你又跟不上 那跟不上 新規劃你要把握分享 新規劃你要把握這個分享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分享看完到行情發動 時間恐怕很快 最妥的一件事 你今天看到說 奇怪前面放空 這麼多檔股票 那還好有補耶 還好低檔賺錢有補耶 那不然呢 奇怪今天吐回去還倒背嘎 白忙一場 我今天把昨天 前兩天把這個空單獲利回補了之後 今天的反手做多 那也是一樣賺錢 你到底是要 功夫是死的 人是活的 活的人才能練成死功夫 波浪理論一大堆人講 誰去練成了事先規劃 事後驗證 有什麼樣的 但是就是 你去練習 那是要做 你去練習 你要去練習 那你去練習 我去練習 那你練習 你練習 時間會發動的時間會非常的快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把握 這個即時的資訊 廣告時間趕緊把電話給播通 謝謝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對 省水器材輕鬆省 Check 茶樓一滴也不浪費 Do 水回收利用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費不知珍惜 老天爺給再多也不夠用 你今天愛水了嗎 第二聯益空單大轉 旗值選擇權多空連勝 旗鼓萬勝專案 但您贏在下一波轉折點 10月31號前速洽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更拿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貨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電達頭顧02-2781-0909 02-2781-0909 森田藥妝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藥妝 選舉要到了 你可以透過政治現金 表達理念與熱情 捐贈的對象 額度方式都有規定 有累積虧損 尚未彌補的公司不能捐 外資入資也不能捐喔 對同一擬參選人 個人捐贈不得超過10萬 對同一政黨 個人捐贈不得超過30萬 違規者可取捐贈金額 兩倍之罰還